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都怕老 什么叫老呢 就是各方面的功能都衰退了 没有力量了 身体也弱了 不能够跑 叫你跑百米 恐怕不行了 拿很重的东西也拿不行了 然后头脑也记不住了 不知道怎样就会忘记了 有点很熟 你看我今天有一个很奇妙的 好像神纪一样 我们的弟兄在那里造像 这个弟兄我就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现在就记不住了 很奇怪 你叫什么名字啊 张明明 现在记得了 我不是撒谎 真的完全一直忘记了 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天天早上见面 我很喜欢他 但是喜欢的也会忘记名字 我真的不是撒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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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张明明就是忘记了 哎呀 但是啊 奇怪 我们人啊 神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灵啊 不会老 阿们 每一个人得救 没有得救也有灵魂体嘛 这个灵啊 不会老 如果你灵老了 不是因为年纪大 是因为你不亲近主 阿们 是因为你爱世界太多 这个灵啊就衰退了 或者是犯了罪了 一直发脾气 你这个灵就老了 所以啊 人可以老 但是灵不可以老 那个灵 你自己要负责任 比方说 我 我今年九十三岁 不晓得在座里 我是老几 但是我的灵 我不承认我是老啊 我们来比较一下 谁的灵老 谁的灵新鲜 我的灵不老 我的灵很有用 我的灵一读圣经 关就来了 我来为主说话 就供应活水 你愿能这样 灵不会老 除非你在那里 把你的心啊 转到别人 没有人顾到灵 你当然就老了 还有一件事 你的爱也不会老 爱也不会老啊 你爱不爱你的孙子啊 爱啊 你爱不爱钱啊 问题是说 你这个爱摆在哪里 所以啊 我们今天 主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是神的儿女 第一 我们 他造我们 他生我们 都是在我们的灵里面 他的活水啊 要在我们的永流 来使用我们 都用我们的灵 在座没有一位 你说 你的灵 哎呀 我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是因为 你有责任 你有责任 你没有培养那个灵 你没有清净主 没有得主的供应 你当然就 就没有力量了 如果你天天清净主 连与主 你就不会衰老 不会软弱 同样的 你的爱 因为别的地方 东西啊 摆得太多了 你的爱主一下 你这个爱 还是够用的 没有一个人说 这个 我没有力量爱了 那这个爱啊 怎么爱 爱要祷告 这个祷告 就是跟主讲话 跟主交通 并不是你啊 一定要打个 那么美丽的词照 那样的 这个念起来了 像那个一个 大文学家一样 神不是要这个 神就说 主耶稣我爱你 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 你也真爱我 他自然就 他就 这个爱啊 你就向着主了 这个一爱了 谁爱谁啊 你就常想什么 谁爱谁啊 你就愿意 在那里 来 这个人就转了 把自己摆给 这位主 所以啊 在这里 没有一个人说 我没有办法爱主 因为我们 缺少认识主的可爱 是 阿们 你如果看见主的可爱 今天如果在这里 有 每一个人 在这里 我看的不必说 比方说 摸彩吧 什么 什么 讲传了 讲品嘛 大家都是会 你不会因为我太老 我就不爱了 你就愿意 更多得着 你看什么宝贵 你就是爱那个东西 阿们 当你看见主耶稣宝贵 你就爱他 那同样的 主耶稣为我们 爱我们 就像这四个奇妙 奇妙的爱 为什么奇妙的爱 因为我们 在我们看 我们并不可爱 对不对 但是主耶稣就爱我们 所以这个奇妙 奇妙爱 他是从天来 天是宇宙最高的地方 最荣耀的地方 最珍贵的地方 从宝座上的那个地方 他来到地上 那个地上 这个乱七八糟 都败坏 从马黑暗死亡 甚至到一个地步 然后他摆在马巢上 没有地方 身在地上 没有地方 不是一个豪宅 不是一个什么 这么高贵的旅馆 他是在一个 喂马的那个 马巢里面 没有地方就搁到那里 他一辈子 没有家型美容 他做木匠的儿子 长大爷做一个木匠 他为什么 都是为了爱我们 来寻找我们 然后要解决我们 罪的问题 他死在十字架上 人用冰打他 浑身打了流血 人就用这个荆棘 编成个刮棉 然后这个 带在他的头上 我以前在台北 在书法服事的时候 有一次 李长寿的 大概1958年 还是59年 他第一次到 耶路撒冷去 到那里去参观 后来又到了美国 然后他回来 回到台湾 他就带什么东西回来 他就带一个纸 包了一个东西 打开给我看 他说你看 这个耶路撒冷那里 我踩到了荆棘树 荆棘树里面 长的那个刺 我看了印象 有这么长 有三寸长 他就给我看 他没有带别人 他用这个荆棘 带回来 给我参观一下 所以主在来 用荆棘树 没有别人 就是为了 担担我们的罪 要把他身体裂开 流出河水 流出他的血 流出他的水 来赦免我们的罪 主耶稣爱 我们这么做 我们没有办法不爱他 那么爱他 你最喜欢爱的 你就最愿意 给他亲近嘛 你愿意常常跟他讲话 主也不是听你 做文章 做了多好听的文章 你的心爱他 你就喜欢跟他讲话 像平平常常 你讲话一样 主耶稣听你 你看你爱孙子 爱什么 最小的女儿 或者是怎样 他不一定跟你讲 这个很美妙的话 但是你就喜欢听他 对你讲话嘛 我们今天 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学习 来亲近主 来跟主来说话 你也知道 主耶稣会听你的话 我这几天啊 我就跟远方的一个弟兄 借着这个网路啊 这个我的儿女 这个搬 搬着我 跟他有一点来往 这个弟兄的名字很特别 他姓赖 名字叫做主怀 主耶稣的怀抱 所以加起来 赖主怀 他就赖在主的怀里 你看这个 如果能不能做一个赖主怀 你看多好啊 哎呀 刚刚我在坐 这个盆提供叫 有人打电话告 问我什么事 所以把我带出去 两分钟 那就是那个赖主怀 打这个 这个网路 这个 这个 微信啊 什么东西打给我 他就是赖主怀 我每一个人 你不一定要 怎么样说好听的话 你就是愿意亲近主 你 谁你是愿意爱的 你就是喜欢跟他接近 那么奉献呢 也是一样的 奉献主耶稣 难道还缺什么 还需要你 可怜他呢 千山的牛 万山的羊 都是他呢 或者一个妈妈 妈妈抱着小孩子 三四岁 小孩子 妈妈就买一个烧饼 给他吃 哎呀 孩子好高兴 要吃 妈妈问孩子 孩子啊 你爱不爱妈妈 他说哎呀 哎呀 那哎呀 好不好给我一点烧饼吃啊 他在那吃啊 他看来看去舍不得给他 到后来就拿了一个芝麻 拿一个芝麻就给妈妈 哎呀 芝麻说 这个妈妈就跟他 哎呀 哎呀 乖呀 乖呀 好好好 乖呀 这个孩子也可爱 妈妈也觉得孩子可爱 他真需要你给他烧饼吗 根本烧饼是他给你的呀 但是你一做爱愿意给他啊 他是非常喜乐的 那么所以这个福音书里看呢 主耶稣有一天在圣殿门口 奉献箱那个地方啊 看见人家投这个钱 有财主啊 投了很多 但是也有一个寡妇 老寡妇啊 没有什么钱嘛 他就奉献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那个就是铜板一样的 一个大钱 主耶稣说 你们看 这个官妇啊 他是把所有的都投上了 所以他比谁奉献的都多 所以主这个算计啊 他不像我们这样的算计 那么你说 好 我也是 我也给他 我给个五毛钱好了 我现在就新台币五毛钱了 当然也可以 但是就怕你是财主 你把拿了五毛钱 那都不行了 你要真没有钱 你在那里把 你所有的还要小巧的 主不看我们这是多少钱 就看我们的心啊 借助这一些东西 告诉我们 摆给他多少 并且实在说 主老师说 不是需要这些 主需要 我们的心归给他 我们这个人归给他 主愿意啊 得着我们 来做他的彰显 做他的彰显 好像这个灯 灯 这个灯啊 它有一个用处 就是你能够让这一个电 通到它里面来 它充满你 它这个灯就发挥这个功用 它就显出那个亮光 光耀 灿烂的光来照耀别人 如果这个灯说 我不干 我要 我要做我的用途 以前我们在看战的时候 灯泡啊 我们这个到了重庆的 到了哪里 后方穷啊 这都是袜子的补了再补啊 我们年轻都要学补袜子 补袜子 但是袜子很难补啊 我们就用灯泡 那个断丝的灯泡没有用 把它塞到这个袜子里面 就泡泡 所以顶着袜子就那里 如果这个灯泡拿来补袜子 你看多有什么用啊 那个用处就太少了 它是要弄来发光的 你我在我们一生的年日 我们不知道还能活多少税 还能有多少 我听前几天看的报纸灯在 他说在1920 多少 13年还是多少 有一个日本人过世的时候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寿的人 最长寿 多少岁啊 117岁 顶多你都活了 那个我们现在人 七十几亿人 他最老了 也不过是117岁 那我已经93岁了 再活吧 那陈迪佑他说 你会活120岁 那不可能 最老不过117岁 我们都很有限的日子啊 主耶稣啊 我们把这个日子 我们交给主 像灯泡一样交给他 发光 交给他 变了一个冷气地 叫人家凉快 这个热火 什么叫 什么气 叫人家能够冷天 能够发热 变暖气 变了暖气 感谢主 弟兄准备 所以现在 有个表示 好不好 第一啊 我们知道 主耶稣爱我们 这样你举手一下 好不好 当然爱 主耶稣爱我们 感谢主 那我们觉得 我也愿意爱他 愿意爱他的 感谢赞美主 好 愿意赖在主怀的 哈利路亚 愿意把我们的芝麻 献给他了 感谢主 我想今天最高兴的 就是主耶稣了 虽然在世界上 没有办法得到 在赵会里 在我们这些年展 没有很多年 能够把这样的心献给他 主都看见了 主也都听见了 我们真是把荣耀归给主 阿们 哈利路亚 说我们真是把这些人 祂为放药 着时宣传 我一步 改为 我们 �되 那么 澳 答案 永 没 说 吓 男 今 日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